高雄市男子区发生弟弟杀害亲姐姐的人伦悲剧 行凶的王姓男子在邻居的眼中是个孝子 却因为不满姐姐十多年来一直欺负妈妈 又意图抢夺父亲留下来的财产 让他气愤难忍下手行凶 不满姐姐偷钱又虐待妈妈 持水果刀杀害亲姐姐的王姓男子 行凶后带着遗书亲自前往警局自首 明明是杀人犯 邻居却通通为他教区 还直夸他是孝子 一家三口没有收入 全靠着父亲留下的退休凤过日子 王姓男子洋洒洒洒的签字遗书里 都是对姐姐的不满 又不照顾母亲态度恶劣 甚至还要抢房子和存款 为了保住母亲最后的老本 才让他出此下策 你放心不像妈妈是不是 我妈妈很可怜 被带回派出所时 孩子哭着挂念母亲 甚至不断向父亲邻居 拜托帮忙照顾 遗书中更有不少对母亲的细心叮咛 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孝心 难道真的能让母亲开心吗 记者综合报导